台灣第一董陽多財多益 他的三張畫作在香港的拍賣市場 拍出了800多萬的高價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畫作 我們請超哥來跟我們講一下 今天談這個東西我非常的興奮 因為我對話稍微懂一點 但我們先來看 張淑芬 張淑芬是台積電董事長 所謂基金會 大家以為是他是公益是致公 錯了 他已經是一個國際的畫家 我們看2018年就是在9月裡面 香港束戶筆拍出去 張淑芬的三幅畫 這三幅畫加起來 總金額是839萬台幣 我們來看這個美港在哪裡 這一幅就是秋夢 剛剛美人提到秋天到了 秋夢 我要講這兩文是水墨 我的最愛 這叫煙波成熙跟莫好婆娑 這兩幅是水墨畫 這個是油畫 就代表張淑芬 在水墨跟油畫裡面 其實是雙吃的 也就是說他怎麼樣 他太厲害 那他的油畫是絲成哪裡 絲成趙無極 因為鋁畫的這個 最重要的抽象 所以這是一個抽象 這一次也是一個抽象 所以他已經從寫實到抽象 受到國際間的這個青睞 所以三幅拍出去 其實每幅都大概以底價 拍的底價 四倍到五倍拍出去 總金額是839萬台幣 好 我們看這是今年的9月 去年的2017年的12月 在台北的羅浮澳 台北張淑芬也拍出四幅畫 這四幅畫裡面也有是 大概都是油畫 水墨畫 那其中這個春成曙光 這幅畫是張宗某的最愛 張宗某說你不要把我拍出去 但是什麼 就是要割愛 這幅畫是底價拍賣 五十萬台幣 結果拍出去多少台幣 四百五十六萬台幣 換句話說六倍 六倍的拍出去 好 那張宗某就提到說 這個我們宗某 比如說他的先生 他喜歡這個畫 但是什麼 怎麼樣割愛 只有我不能割愛 畫可以割愛 我們看他間諜情深兩位 好 那我們來看這兩位 基本上他們過去 這有一段好的故事 2008年 張淑芬其實是 很有繪畫的天才 大家都不知道 張淑芬就慢慢的創作 有一天2008年 張宗某的生日的前一天 張淑芬後來畫一畫 畫一畫叫做指指之手 那這畫怎麼辦 就偷偷的掛在 張宗某的辦公室外面的 那個牆壁上 然後交代秘書 不要說 張宗某說 張宗某看我寫畫的那幅畫 他的感覺是怎麼樣 是玩耳一笑 笑笑 還是駐足在那邊藏屍 還是心神領會 這部分後來秘書跟他講說 張宗某出來一看 沒什麼表示 表示那幅畫已經是畫家做的畫 懂嗎 一定會 秘書會把它畫在他 對 也應該 他不會覺得這是一個 很突兀的東西 那我們看看 其實他是很祕密的 在私下的在做畫 但是他很久 2011年就開始做畫 到2016年2017年 為什麼2017年他可以拍出這個價格 因為他的整個畫風引爆 也就是說這兩年 2016到2017年 是張淑芬在畫16年 畫你的的巔峰 所謂的畫屏 另外再說了 張淑芬你因為他叫張淑芬 不對 畫家這兩個字 不久將來很快的 變成他新的頭銜 所以他再也不是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的董事長 他羅浮奧 他所謂的蘇富比 他已經變成一種 國際級的畫家 所以未來不是董娘 這個名稱而已 我相信他應該 非常非常樂意 被人家稱作為是畫家 對不對 不過他剛剛講說 師誠趙無極 你知道趙無極的話 現在有多貴 不得了 不得了 而且趙無極先生 也是畫家界裡面 少數一輩子都過好日子的人 這個是 是不是 這個我們可以請老闆來說一下 說到趙無極這位大畫家 其實我們應該再往前 延伸一點 應該講到杭州藝專 杭州藝專出了三節 一個是趙無極 朱德群 還有吳冠中 這三個人是現代藝術 已經在 中國現代藝術 可以講說已經是包辦了 中國古典藝術的 當然還有很多 現在藝術的除了張大謙 齊白石以外 可能就是三位了 趙無極本身在全世界 他在受畫的紀錄上 也是所有華人之首 原來在全世界排名是16名 這次他畫賣到21以後 跳到第13名 可以講說已經超出了所有 就是古代跟現代畫家 所有的應該講的成就了 不過很多人問我說 包括以前趙無極為什麼會這麼有名 他的話作我們怎麼樣來看 這件事情 其實應該這麼說 趙無極本身他到了巴黎 在1948年的時候 你要知道1948年的時候 全世界是什麼局勢 不容易 對不對 他爹就給他多少錢去巴黎 是 所以說他 就是他一半 你想想說要窮途潦倒 才能夠成就偉大利書 他不用 是 主要他們家的狀況也不錯 其實他到巴黎 是因為他的老師林峰眠 林峰眠他是一個非常 對於現在藝術非常注重的人 林峰眠自己的畫作 也是從西方藝術開始 當然林峰眠的水墨藝術 也給了趙無極很大的底子 趙無極到了巴黎以後 他也遇到很多的困難 比如說他的畫風不被西方接受 後來他就改變了一些作風 可是在一直在摸索 一直到了怎麼樣 他碰到德國藝術家保羅凱利 他告訴趙無極 他說你的畫我們從西方來看 太過於飄渺 你應該脫離這種具象的東西 所以說開始了趙無極第一個 所謂甲骨文時期 所以他將甲骨文聘入他的畫風裡面 這個時候就開始慢慢有名了 第二次的改變是1958年的時候 他到紐約 他到紐約以後他大開眼界 他看了現代藝術 尤其抽象藝術的大大的大名大放 所以很多的這些元素 就到他的腦袋裡面 從那時候開始 他第一改變了畫風 開始走抽象藝術 第二你看他所有的畫作 從那時候開始不命名了 全部是用時間來做紀錄 趙無極的話應該要怎麼看 我們用一個例子來看 有人問趙老師 說老師你這個畫我們想怎麼看 趙無極是說 其實從我的角度看 跟你的角度看是不一樣的 你要挨怎麼看就怎麼看 如果你從畫裡面 能夠看出貓跟狗來的話 那也算是你的藝術見賞 所以從抽象藝術上來看 抽象藝術不是具象的 所以說他必須 你用心靈去看這幅畫 跟作家 那個厲害是 基督徒看到上帝 是 佛教徒看到觀音 看到佛陀 都好人這樣講對不對 對 所以趙無極的話 其實我覺得 他是經過了非常多的坎坷 也沒有收那麼順利了 你比如說你看 他的婚姻狀況就不是很好 他現在已經創了三個紀錄 第一個就是他本身的畫作的拍架 拍攝紀錄 已經有20億以上的這種規模 第二他創造了亞洲作品 就是亞洲這個畫家作品的最高紀錄 尤其他這一幅畫 就是在這個 20億的 1985 6到10月這幅畫 這幅畫它是三連開 這個三連開是10公尺 2.8公尺寬 你想想看 這麼大一幅畫要如何能夠完成 他也不能說 掉在屋頂上去看這幅畫 然後他能夠趴在地上把這幅畫完成 然後掛起來以後 就完全符合他自己的意象 所以這幅畫的這種成功 可以講說是趙無極的巔峰之作 巔峰之作 巔峰了 好 另外一個瘋癲的 這個人叫乾隆皇帝 對不對 乾隆皇帝 這個曹老師要跟我們說一下 他收藏什麼 他收藏的可多了 尤其乾隆統治時候的清朝 那個是集盛時期 所以在這個現在的拍賣會上 獨領風騷的皇帝 所以如果你家裡有一個瓷碗 是青三代的瓷碗 瓷這個不管那個蓋盃都好的 您真的不用幹活了 對 像延禧攻略裡邊摔了一堆 對不對 你看 我們看到這個今年 在香港拍賣的這個乾隆時期 在養心店裕製的這個髮廊彩 余美人提斯碗 余美人它是這個瓷碗名 美人當時如果你收藏的話 15年價格翻了五六倍 也就是說原本它不是7.9億 它原本是1.1億 那麼最後出售的時候7.9億 也就是說這個持有者 他等於說是賺了六棟豪宅 所以你看我們看延禧攻略 就看他怎麼摔盤子摔杯子 這一摔就是7個億 懂嗎 好不好 對 一摔就是好幾個億 所以乾隆本身就是行家 比如說下面我們看到這個 九龍玉璽 乾隆這一生 他弄的這個血或者髒 有1800多個 那麼這一個玉璽 當年在巴黎拍賣的時候 也就是今年 拍賣的時候是7億283萬台幣 超出了預估20倍 即使是乾隆當年退位的時候 一個太上黃寶印 都可以拍賣出4.5億台幣 所以這個乾隆的東西 它本身是行家 所謂行家一出手 是舊枝有沒有 但是話說回來 行家也有看走眼的時候 是不是 最有名的故事就是 這一幅富春山居圖 被稱為是山水長眷圖的 這個第一神品 那麼我們都知道 它是黃公望的作品 是元朝的一個畫家 他當時已經78歲 畫完了以後就82歲了 但是這幅畫一直輾轉輾轉流落 比如說沈舟 董其昌這些人都收藏過 最後我們看到最後的紀錄 是在明朝末年 這個吳弘玉 他在臨終之前 實在太喜歡這幅畫了 所以他準備同歸於盡 就把這個畫給丟到火裡了 還好搶救出來 結果搶救出來燒成兩段 因此經過重新的表裝 就變成兩幅畫碼 一個就是聖山圖 一個是無用詩卷 那麼這個特別的就來了 在乾隆十年的時候 他拿到了富春山居圖的 好像是真品 叫做紫明卷 對 因為上邊有寫了一個紫明隱君 所以乾隆非常喜歡 愛不釋手 沒事就拿出來把玩 六下江南的時候 都帶著這個畫 那麼因此就像這個燕席姑娘 而且看一次蓋個章 看一次蓋個章 對 沒事就蓋個章 感覺他在郵局上班 懂嗎 對 所以上邊搞了五十幾個 密密麻麻 其實把這個畫搞得是面目全非 但是問題更好玩的來了 第二年 乾隆十一年 地方官又呈現了一幅 也是富春山居圖 這兩幅都是並非凡品 所以這到底哪個真哪個假 乾隆皇帝自個兒也搞糊塗了 那麼他當然嘴上不好說 原來那幅是真的假的 到底要怎麼說呢 所以他只好嘴上糊塗 心裡明白 原來那幅其實是假的 這幅原來是真的 但是他只好說 這個是假的 是贏品 所以我也不蓋章了 我也不提字了 把我的老師良師證找來 你就隨便提一首詩就好了 其實這一幅才是真的 這個無用詩卷 因為被乾隆皇帝說成是假的 所以這個畫面上 保持的是乾乾淨淨 對 那個假的變真的 真的變假的 所以這個是乾隆皇帝看走眼 其實我們看到 從明朝瀋州開始 很多人都臨摹 其實都是上乘之作 也可以算是我們的文化瑰寶 可是因為假的 被他蓋章蓋到 也有價值了 這無用詩卷 這無用詩卷 應該說他已經逃過兩節 對 是不是 一個是火節 一個是乾隆節 所以還可以保留到這個樣子 這個是真的假的 我告訴你 當事人知道 套一句俗話講 叫踹著明白 裝糊塗 對不對 好 我們來介紹這個 曾老師的收藏 對不對 這三位都是台灣的 對不對 對 這三位的東西 我都有收藏 一百零 八十九歲了 算是在台灣 最後的佛報 這一幅 風帆暢順 是不是 重點是 對 重點是 他為我量身打造的 金箔 日本的金箔子 第二個我要的是 步步高升 一路往上 對 再來就是 他本身是鬆勃長青 家人長壽 大船入港 這船是大船嗎 很遠 很遠 很大 很大 大船入港 然後這個沉窗沉背 有房可住 整個境界 而且重點是我們喜歡 印象都在你這裡了 對不對 那也不會很通俗 有潑墨的那種角度切下去 該明顯的地方 每個都很明顯 該有漂苗的地方 我覺得你真的不俗 你只要他用金箔子化而已 對 金光閃閃的 因為這種的金箔子 擺在你的居家 可能你是歐化的家庭 可能是殘縫家庭 都不被打槍 這個老師還在 所以他現在的價值是 至少在四十萬台幣以上 我想可能 高超 有更能了解他 我覺得他一採 現在大概會接近十萬 八到十萬 那如果這個本副畫裡面 大概六採的話 我方便拿一下 我認為大概有八十萬以上的價值 我認為 那最重要就是說 他的採末很少 他其實題字很多 他的採末畫得 有點像大千藍的感覺很像 這個是他的採末 但是他畫採末不多 所以將來增值是這個 對 將來是他的顏色 顏料的這個 OK 所以燈光一打下去 三個燈光打下去 三藍開太 金碧輝煌 然後這也是 這個也是非常具有知名度的 畫荷花大師 張傑老師 他晚期是用螢光的方式 來琢磨 來繪畫 然後很巧的是 我住在童三街 之前看過一個老人家 很慈祥老人家 換來換去走來走去的 劍步如飛 才發現他是畫河大師 正好很多客人喜歡 掛一些 河壁生氣 河河氣氣 加河萬事心 河畫這個諧音 對 掛下去你一回家 掛在開運牆 或入門的正前方 都是非常歡欣喜悅的 他末期的時候是用燈光去照的 他93歲的時候畫的 現在已經96往生了 這大師是國家的遺憾 一個損失 當時我也是 講運時代化 我也不是什麼風水家 我是小小的生意人 看到他就跟他哈拉打屁熟了 我一次給他請30幅 然後以比較好的價錢拿到之後 有客人需要就你拿去掛著 所以這個喜歡藝術 藉由風水幫大家加分 我覺得很加分的 他以為是魚棚 這個厲害了 這叫做街頭畫家 從17歲開始 就自由自在 他是唯一沒有進入過藝術學院的 你對姓魚的藝術家特別 魚美人之類的 只要姓魚都是我的貴人 因為魚中帶釘 兩個釘為土或屬龍 這個就是有這個活土相生 謝謝 所以這個就是魚棚的畫 算是他的一個精緻的一個作品 他本身很瀟灑自在 很多時候隨便啦 隨便啦 愛喝點小酒 後來59歲的時候 就是肝癌往生了 去世了 所以你是生前認識他的 生前認識的 所以是你拿酒換的 不是差不多 快接近 你這個 因為他跟我一個好朋友 也是建築業的大亨 一起變成好朋友從事 你方便拿起來 立起來我們看一下 對 他本身喜歡小酌兩杯 他是瀟灑自若的個性 所以我的建築 建築的朋友 請他一起去音歌 先把他灌醉 灌醉之後 就準備了一百多個盤子 請他現場揮灑 然後這一百多個盤子 你想想看 給他固定了一點紅包 就產生一個無可限量的創造 是 是一個創作 這應該是蝶吧 蝶對 蝶類似蝶子的瓷器 蝴蝶嗎 我家裡面還有七八個 都那時候跟他結圓的 重點是我的重型 這個畫得這麼漂亮 不方便裝草米粉了 你誤會了 我還是把他放一些什麼雜物 所以名畫記得 真正收藏的是在一個 空間裡面 適度的溫度去把它保持乾燥 而不是掛在家裡頭 你掛出來你掛壞了 寒山錢不來 水不流不行 還有美女圖更緊張 有人掛到美女圖掛在臥室 老公偷吃 偷心 所以當然是講得比較黑暗面 在這裡造成大家不快樂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 我家玄關掛了那個裸女圖 另外一個就是說 其實藝術品 尤其是古物 一直有被盜竊的這個事情 其實也造成是一個文物的破壞 這個接下來我們要請高超告訴我們 就是一個被盜的一個佛手 佛陀的一個頭 怎麼樣被發現 而怎麼樣追回來 待會兒回來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懸案 我們先看這個 這是龍門石窟唐代的佛手 那他出現在哪裡 出現在今年的紐約 蘇富比門拍賣現場 那他原來應該在哪裡 他原來就應該 他是一個在1955年就流失了 被一個盜賣的佛手 就整理說在全世界裡面 找不到這個佛手 好 那竟然怎麼會出現在蘇富比 蘇富比是國際有公信力的拍賣會場 好 那大家就開始在起底 這是不是應該拍賣 你知道他拍多少錢 你看 拍價估計是9300萬台幣 好 那大家就覺得說 那是這個問題很嚴重 中國國家的龍門石窟的研究院 出來講話了 說這個是應該 如果是有爭議的話 那就覺得應該有 不應該拍賣 說話比嚇一跳 趕快把它什麼 側拍 側下側拍 可能是盜賣 好 那當然龍門裡面 現在在中國裡面 有他們研究這個東西 他說這個是大概過去 從大概300年前 400年前的時候 大概有600件被盜賣 其中一件 所以意思說 中國的古物 文物 事實上很多被 尤其是石窟裡面的佛手 大部分都在拍賣 然後後來就發現說 這不對 大家去起底了 這個佛手到底出現難的 誰賣出去的 原來他還最早出現 1955年出現在所謂的 法國通運的 這是一家公司 這家拍賣公司的 拍賣圖錄裡面 好 那大家就去找找找 法國通運誰辦的 法國通運是叫做張敬江 張敬江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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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敬江是在浙江上海裡面 一個大地主的兒子 大地主的兒子 他那時候是開什麼 開上海的什麼百樂門 上海娛樂 上海舞廳 他很多土地 那張敬江生出來 拍誰 右眼失明 腿瘸了 他是一個富二代 好 那找誰來照顧他 早上找一個管家來照顧 這一位我們的所謂公子哥 找到一個叫盧禽齋 這一位是誰 這一位是浙江一個什麼 窮批窮讓一個小鄉下 貧窮的一個農夫的兒子 就是一個非常貧窮的一個兒子 好 那這母親自盡 父親是個賭徒 好 他忽然就有去應徵 應徵做為張敬江的 照顧少爺 照顧少爺 二少爺 好 那二少爺的時候 不得了 因為他家裡有錢 所以這個二少爺 雖然是腿瘸 但是到住法國的商務的公室 到法國去了 那這個盧禽齋就跟著去 跟著去發覺說 跟張敬江什麼都賣得好 賣不好 古董賣得最好 他好幾十倍 然後這個盧禽齋就開始什麼 開始收購 所謂中國大陸裡面的 字畫古董瓷器 賣到海外去 賣到哪裡 賣到法國 賣到紐約的什麼 大都會的博物館 好 就開始半世紀的時候什麼 就開始來做了 那為什麼張敬江跟國父是很認識的 對 那張敬江本來是在法國 後來他覺得說 支持革命 支持革命 他回到了中國 輔助孫中山來做革命的 所以後來怎麼 因為孫中山關係 掌管很多國民黨的黨產 那這個黨產 因為張敬江是誰照顧的 盧禽齋 盧禽齋照顧 從小幫他拉拔長大 所以盧禽齋就變成 中國販賣文物最大的什麼 最大的罪 最可以獲首 我們來看一下秦老闆 您這一個帶來的這一尊是 今天我帶來的一尊 也是佛像 是一尊觀音 這尊觀音是三彩 我先講一下 有紫色有綠色 這尊觀音是怎麼來的呢 這尊觀音是這樣 我到一個朋友家去幫他鑑定 怎麼來的 你們家東西不都收來的 這個有一點故事 就是我去看 我去看到他們家去幫他看一些 他收了一些翠玉 還有一些茶壺 我幫他鑑定 鑑定的時候我們在喝茶 喝茶的時候桌子上 就有一塊石頭 他就把那個杯子 什麼茶壺就放在石頭上 我們聊著聊著 我就看說 這塊石頭看起來像是 翡翠的原石 他說沒錯 買了20年了 經過人家鑑定沒什麼好開採的價值 我說看起來應該還不錯 搬起來我們瞧瞧 就左看右看 我說應該裡面有點東西 所以他就信以為真了 就找了人去開 就第一刀開下去沒東西 他打電話給我 真的叫一刀窮一刀富 打電話給我 打電話給我 我說你從別的地方再試試看 我覺得應該有 當然不會是太好就對了 結果開出來 一個芙蓉種的三彩觀音 開著這麼漂亮 這麼漂亮後來就有 他自己有一點經濟情況不大好 跑來盪 我問我們盪多少錢 我們那時候給他盪了 他說將近350萬 將近350萬 很漂亮的一個觀音 這個觀音 你給他看 他是一塊石頭刻出來的 可是你看 這刻的人也厲害 為什麼 因為剛好綠的放在這裡 對不對 是很巧 很巧 很巧 然後透度又很不錯 然後這個紫色在這個地方 是 所以你說投資這個東西 你說投資什麼 花 或投資一些什麼 那價錢很高的 你投資你下不了手 你也買不到 平常講 那麼高的價格你買不到 所以有的時候 無心擦柳 柳成印 你說一塊石頭擺在那邊 泡茶 泡了一二十年 最後他開出一個觀音來 那我幫他鑑定的東西 其實有些東西 有些是假的 有些都贏品 那個根本就不值一談 您客氣了 對不對 專家都把這樣無心擦柳 柳成印 我們那個不是專家 都有心摘花花不開 剛講一刀窮一刀富 就是他們就去買原石 賭石 對 賭那個石頭對不對 就一刀下去 沒貨 裡面沒有東西 就窮了 為什麼這個要錢的 先付了錢你才能開 結果便宜的賣 一般賣給他 一般買給他 結果人家一刀開下去 裡面有東西 是 他開的那刀沒東西 人家那刀有東西 就一刀窮 一刀富 我說投資 投資這個東西 有的時候真的要巧妙 緣分 你看我們就這個時鐘 你看看不起眼 這其實是勞力士的時鐘 這次勞力士時鐘是怎麼來的 他怎麼放的 他就是擺在桌上 就擺在桌上 這個時鐘 他應該有個架子吧 不是 他就直接擺在桌上 他這個時鐘是 1932年 他那個一個 1982年 他那個勞力士公司 他舉辦了一次銷售比賽 全世界銷售金銷商 前10名送這個鐘 這個鐘他把勞力士的所有的 所有的那個元素 通通放在裡面 比如說你看 有一個 這有一個賓士的標誌的一個 這個分針 十針 賓士標誌的 這樣講吧 當年做幾個 當年做了8個 10個金銷商搶8個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1982年 那現在價值多少錢 現在是美金一萬五千元 現在這個是在那個 加斯德拍賣的時候 拍出來是一萬五千元 那當初買的時候 是在那個雜貨攤買的 給鏡頭看一下 雜貨攤買的 你啊 不是我說我們的客人 雜貨攤買的 買多少錢呢 一百塊美金 這是一百塊美金買的 所以有的時候 你如果去到這個 一些舊貨市場 或者說一些跳蚤市場 去看一些這些東西 你會發現 有些東西真的是飽 對 但是你要花出時間 而且你要懂 這個錶呢 這個錶的話 就不是 就不是一般的這個手錶了 這也不是雜貨攤來的 也不是雜貨攤來的了 這個錶 那咱們就看看就好 這個可以看 這是一隻狼格錶 這隻狼格錶 為什麼說講投資 把這隻錶帶出來呢 這隻狼格錶呢 它從賣出來到現在 它漲一倍 漲了一倍 這隻古董的嗎 不是古董的 它是限量的 這隻錶是限量的 這隻狼格錶是 不是瑞士錶 它是德國錶 它最重要的是 它的整個的 你看它有三個面盤 它的那個整個分 這個構造這個分布 就是三個盤 放在一個盤裡面的那種 那種構造 就看起來非常的均勻 非常難得 那狼格錶的這個計時 跟它的工藝 那當然是全世界 可能數一數二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 投資的一個好的項目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戴這個錶的人 就那個比較準時嗎 倒不是 戴這個錶的人 不會準時 但是我覺得戴這個錶的人 頭腦還比較好一點 有道理 講到這個寶物 其實印度有 對不對 對 但是很容易被偷 這個好像是發生在今年 然後那個印度博物館 就有兩個小偷 他就去逛這個博物館 然後很妙 他看到了這個黃金便當盒 這是屬於古印度王國末代王公所有 那這兩個小偷 就看了這個黃金便當盒 看一看就起了歹念 因為他還看到了 其他的這個珠寶跟古董 他們還滿厲害的 就從那個博物館 屋頂的通風口 就這樣溜下來 然後躲過了這個博物館裡面的監視器 然後真的就把這個黃金便當盒 就去偷走 還有其他的珠寶 高達兩億台幣 結果你知道 他們還是百祕有一書 他們躲過了這個博物館的監視器 可是沒有躲過街頭 街頭的監視器 他們騎摩托車就溜走 那街頭監視器就很清楚 拍到他們的車牌 結果這兩名小偷很妙 他就騎到那個夢買想要囂張 而且還訂了那個五星級飯店 想說要慶祝一下 對啊 有錢了 對啊 結果沒想到這個博物館很機警 趕快打電話 這個警方就報警 那這警方就拍到那個監視器 拍到這兩個車牌 就抓到這兩個 就公布了這兩個小偷的畫像 結果你看這下好了 那個臉都被公布 照片都被公布 照片被公布了 所以後來他們兩個囂張 銷不出去 火大了怎麼辦 黃金便當盒是吧 真的就把他拿來裝便當 裝菜飯 他就想說我銷不出去 我就要藏一下有錢人的滋味 就拿這個上億的便當盒 來裝這個飯 當便當這樣子吃 就後來果然被逮捕了 然後結果後來便當盒 現在是被還回去 這個印度的博物館 但是也是被罵得很慘 就說這個 你的保全做太爛了 人家隨便一偷就偷走 所以那個飯菜不怎麼樣 但盒子很怎麼樣 對啊 就當不了有錢人 也要先吃一下這樣 那不只是博物館被偷 印度的那個神廟 也蠻常被偷的 那他這次這個被 這個之前被偷的是叫做 跳舞這個孽婆像 跳舞師婆像 對不起 跳舞師婆像 那你知道師婆就是那個 印度教的三大主教 對 那他就是 特色就是三眼四倍 那所以就常常被作為 這個印度教的這個雕像 那這個印度古廟 他被偷的這個雕像 是超過五百年歷史 重達一百公斤 然後高七十六公分 那重點是說 他這個價值非凡 然後被偷 那這個我覺得還蠻妙 是說他是一九七零年 就被偷 結果十二年後 廟方才去報警 為什麼 對 就不知道為什麼 結果就 反正報警也沒有 那警方查了兩年之後 就反正就說找不到人 就結案了 就過了三十年後 就是在二零一 二零零一年 跑到了這個澳洲的南澳美術館 就展出了這個雕像 然後後來這個大家有 就是這個官方就說 其實我們有去查 我們也花了一千 近一千萬的台幣 整個台幣一千萬 也是像一個歐洲的私人收藏家 把它收購起來的 那當時我們有去問他說 他說你這是不是髒物 不過那個收藏家 他也很坦承說 他沒有辦法確定 這是不是髒物 反正就一直放在澳洲的美術館裡面 後來有一天 這個官方人員 就拿一個寺廟的 這個來比對 照片比對 就發現這是印度的 這一模一樣 是五百年前的寶物 那比較特別是說 因為澳洲跟印度 他們都是屬於聯合國 那個什麼 彼此可以就是互還就對了 對 就必須就是有規定說 這個教科文組織 就是說你文物必須要歸還給母國 但是現在是因為這個博物館 跟這個退款 跟這個經銷商 這個收藏家 退款還瞧不攏 所以目前為止還沒有歸還 明白 那最後講到這個瑞典 瑞典的這個 是斯德哥爾摩的一個西醫的大教堂 它這個是一個瑞典的國王跟王后 他們生前戴的這個王冠 被偷了 對 也被偷 可是他們這個是陪葬品 當時他們這個死的時候是 這個把王冠跟這個王球 就是一整個下葬 然後後來被取出來 當作陪葬品 那其實這個不是偷 這已經是光天化日的搶了 就一名男子 他在中午的時間 他直接把這個玻璃窗給他打破 然後直接給他搶出來 而且他是有計畫的犯案 他搶了之後 就立刻跑到幾百公尺的湖邊 然後坐了一個水上摩托車 就直接逃走 到目前兩個月了 還找不到這個下落 對 不過坦白講 你要知道世界各國的文物 坦白講跟皇室有關係 對不對 那以中國來講 就是跟這個 應該講朝廷收藏有關係 對不對 皇帝的收藏有關係 皇帝的鼓勵 是 所以這個是一個 對佛教徒來講 這是非常非常殊勝的一部經 對不對 對 這個是9點 大波爾波羅蜜多經 這個是9億多拍的 他的 換算成台幣的話 差不多有10億了 那麼他是刷新了所有佛教文獻 那麼在拍賣會場上一個落槌架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是大波爾波羅蜜多經 對 他是在明朝的明宣宗時代 我們都知道這個明宣宗 還算是不錯的時代 對 那麼明宣宗他本人 他8歲就開始習佛 那麼到了27歲即位的時候 他當時就找了這個慧晉法師 開始修四部經 要為國祈福 那麼這個是其中的一部 原來是有600卷的 對600卷現在送了10卷 而且他是唯一的私人收藏 那麼另外這個華顏經 已經不見了 已經是失傳了 還有兩部大涅槃經 還有大寶基經 現在台北故宮 對 所以這一個才可以拿來拍賣 不過我覺得他拍賣的 還有一個重要理由 就是他的職材 因為這個職材 這個養腦間 這個方式早就從清朝就失傳 早期可能是西藏傳入的 他很特別 他這個職材用養腦 還有用這個鼎淹墨混合以後 刷在那個磁青紙上 那麼他本身的質地 如果你分析的話 他含有蛋白質 還有軟鈴脂 還有油脂 好像我們保養品一樣 這個曹老師講的鼎淹墨 那就是真的是厲害的 為什麼 因為我問過這個做墨的 他說 為什麼我們講 中國的書法 你想想 鋼筆一百年 顏色就淡掉了 對 會變色 中國的書法可以一千年 而且為什麼這樣說 我可以求一下您的墨寶 為什麼叫墨寶 他以前做墨 是真的要放礦石的 就所謂的一些寶石 你說綠松石這些 是不是寶石 然後他用頂菸 他說他整個燒的時候 收那個墨 最上面的菸是最乾淨的 最漂亮的 所以他用頂菸加養腦 我在想 然後做成這個紙 所以他用金箔去抄的時候 底下那麼黑 趁那個金可以多亮 而且是打開 我告訴你 因為那個鬆香要很多鬆香的 燒那個菸的那要多香 所以這個香味還可以防蟲柱 對 所以每人說的 它那個金泥汁塗上去以後 它那個纖維很容易吸收 所以表現出來的是光亮 那麼又防蟲柱 所以當然非常的珍貴 那麼其實說到這個佛經 真正我們中國第一部佛經 叫四十二章經 對 是東漢明帝的時候 蔡英所翻譯的 但是這個四十二章經 到了小說錄頂記以後 變成藏寶圖了 那麼這個也是滿有趣的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清太祖努爾哈赤 當年在1616年起兵以後 他當時不是靠著十三副盔甲 然後收服各部 所以確實可能掠奪了不少珍寶 那麼再加上1644年 清朝不是入關了嗎 這個時候是順治皇帝 可是有一些滿人 他們不習慣關內的生活 所以他們還是想回到關外 就不斷地把一些財物送出去 因此累積了大量的珍寶 所以到底這些珍寶在哪兒呢 按照這個四十二章經 小說上的說法 大概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努爾哈赤 在瀋陽的福林 不過我覺得 這個地方的可能性不高 我覺得可能性比較高的 是被稱為滿清第一皇城的 叫赫圖阿拉市 這個地方在符順的滿洲自治區 那麼這個地方 為什麼叫第一皇城 因為努爾哈赤出生在這兒 1616年努爾哈赤在這兒 建立大金國 也就是我們稱的後金 那麼他登基 所以這個地方稱為第一皇城 當時也蓋了皇宮 那麼皇宮前邊有兩個井 依照這個風水的位置 可能詹老師就比較清楚 這兩個井保護著皇宮 叫做神龍二墓 那麼現在已經擴充為水潭 所以據說所有的寶藏 就在這神龍二墓的井水之中 是 我剛剛補充曹老師講的 這個鼎菸 是我在香港遇到一個人 他是收藏墨的人 他跟我講 然後他收藏什麼 他手上有非常多的朱砂 朱砂墨 那個什麼東西朱砂墨 皇帝那個皇帝要預批的時候 朱砂 所以皇帝那個朱砂的那個 是用朱砂墨去磨出來的 他是用那個東西 待會兒回來告訴你 兩億的積木超跑 國營大會來賓就是多才多藝 剛剛講完字畫 他現在講玩具 我跟你講古董字畫 你以為賺多少錢 錯了 全世界最新的趨勢是玩具 好 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到底是不是玩具什麼 這叫樂高版的科技 可動跑車 動跑車 別想樂高是搞積木的 那木頭有什麼好玩 可是他結合法國的Pagani Pagani就專門做跑車 怎麼樂高跟Pagani 可以做合作 原來這輛車子出現了 價值兩億 兩億台幣 我們來看怎麼樣 這輪胎 這是可以跑的 當然可以跑 除了輪胎跟鋼架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積木做的 這還可以坐兩個人 厲害 那是花多少時間 花這個上面整個是 這個表面都是花一百萬個零件 叫積木拿 就是積木做的 做一比一的跑車 跟跑車一模一樣 噸位很重 1.5公斤 1.5公斤 好 但是多少 花了大概一年多 做成23個 工程師裡面 這裡面大概2300個什麼 2300個是玩具的飛行器 但是他要慢慢開 馬達 他慢慢開 對 他裝Bugatti的超跑的引擎也沒用 他只能開20 對 可是他在 因為你又開太快 那個就沿途 我們都會被他的樂高零件打到 我跟你講 美人你不要看不起他 他雖然是走20公里 可是他在F1 義大利F1那個 整個賽車場出現 大家就覺得說 你越走越慢 越開越慢 越好 越有價值 因為從來沒看過這個 Bugani 我跟你講這整個的車 大概是一億多 他的價值是連合積木起來 超過兩倍 兩億 現在就玩這個之後 不稀奇了 年輕人就玩什麼 合金的玩具 這一個玩具裡面叫做法國Polo5號 售價大概3500塊 這裡面有五個大概飛行器 組合成一個背形金剛 這個已經沒有生產 沒有生產 這個限量版 所以他3500塊台幣 現在已經多少 市價到30萬幾十倍 那我們問一下秦老闆 咱當鋪收不收這個 這種東西不收 因為這個太小眾 太小眾 玩玩具的就太小眾 尤其比較 你臉書今天晚上就會被灌爆 因為這個世界是年輕人的 玩玩具沒有小眾 很多人在玩 而且不是只有年輕人在玩 我認識的很多五十幾歲 也是一生熱愛 我跟你講 他對積木這樣組合起來 做變形金剛 基本上 而且連這個盒子保留起來 增值3到5倍 夠吧 這個不重要 這個好像大家就是說 其實這個是富二代 富二代 富三代 他最新在蒐集這個公仔 這個叫什麼 失眠娃娃 奈良美智 奈良美智 是在日本輕鬆的一個小女生 因為他歷經二次大戰 要有悲憤的力量 對日本來講 所以他做出一個什麼 公仔 你看他的眼神 是憤怒的 是化悲憤為力量 這個公仔出現誰 富二代 富三代 另外一個 收集的是蔡康勇 他一千美金 三萬塊台幣 那時候收集了三萬塊台幣 2016年正式在秋拍 這國際印象秋拍 拍出165萬台幣 請問幾十倍 50倍 50倍 為什麼會50倍 因為什麼 這一副的公仔 就是四面娃娃 奈良美智全球版限量300個 因為他有限量300個 我說他是什麼 水檔船高 所以現在已經買不到這個公仔了 買不到 OK 不過問一下 其實你說收集娃娃 芭比娃娃的古董版 也是有身價的 真的 大家都以為說 只有芭比娃娃是女生 而且你的頭髮沒有變毛掉的 應該會 那價值更 你知道現在的這個芭比 你知道他現在已經59歲了 可是59歲 他還是永遠維持著三圍 39 18 33的這個比例 九頭生的那個夢幻比例 我們就說那個芭比 永遠都不會老 你看芭比想不到他已經59歲了 他男朋友也沒換過 都叫肯妮 對啊 樣子不一樣 好啦 那我們來講這個芭比的價值 如果你是在1972年以前買的芭比 到現在真是賺翻 你看他第一代的芭比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這個 他當時買的時候是三塊錢美金 結果現在已經飆到了美金2.5萬 然後折迫台幣82萬 漲了8300倍 我記得好像是在台灣做的 台灣有一個工廠專門 台灣有好幾家工廠在替芭比 對 那如果你家裡有這個60年代的法國芭比的話 現在也賺到了 這個市價台幣10萬塊 那另外這個黑人芭比的話 那個台幣也有5萬塊錢 台幣 但是要記住是1972年以前的芭比 會比較賺錢 那如果說大家現在想要收藏芭比 來賺錢的話 要提醒大家 就是芭比你在收藏的時候 當然是要完好如初 這是辦法頭髮臉 對 那最好你連盒子都不要拆 那你在保存的時候 要記得這個要平放 不要讓他久站 因為有地心引力 他腳還是會變形 你知道嗎 對 這是提醒大家 那另外就是說他的配件 比如說手套什麼的 帽子 你要把它摘下來 然後另外放一個盒子 把它收藏 不然就是說他的指甲油 什麼會掉會掉 你知道嗎 這就是收藏的一個方法 可是你知道 所有的芭比收藏 也不是每一個都賺錢 我不知道芭比公司當時出了什麼問題 他出了幾款芭比都很誇張 黑道芭比 如果你是你有女兒 你會讓他買黑道芭比嗎 他還抽菸什麼的 這很誇張 那另外芭比大家都習慣他化妝化得漂漂亮亮 結果他竟然有一年是出了素顏芭比 為了范冰冰嗎 范冰冰當時可能還沒有關係 就當然這個也是賣得奇慘無比 那另外有一個這個青少年 懷孕的這個芭比 這當然是父母不准小孩買 那另外還有一個爆炸頭芭比 也是銷路那個慘到不行 所以這幾款芭比 就算收藏了 也是不會漲價的 不一般來講 我們就是收藏一點芋 對不對 尤其那水頭很漂亮的 對不對 聽說你有 我之前去緬甸 認識了緬甸的批發商 他們是整個大工廠跟門市 還有賭芋 我整個過程遼落執掌 加上我小時候我媽媽教過我 我媽媽喜歡芋 我小時候跟她東奔西跑 跑了四年到三年的芋店 芋一個要透 要光澤要好 不能有時紋 不能有破裂 越厚越好 這都是我基本概念 現在的科學只要鑑定書 一張一到兩千塊 他告訴你緬甸A芋 這個紅外線什麼波動 鑑定已經不是問題了 是看他跟你有沒有緣 看你放在什麼地方 是不是幫你加分 這是我們要考量的事情 你看同樣一塊芋 您看一下 就這塊芋有沒有 白天看跟用燈光打是不一樣的 沒有同一塊 同一塊 就是這塊 就是這塊 為什麼 白臉變綠臉 就是燈光一打了之後 它整個亮度就出來了 透明度就出來了 還有光澤 如果這個再厚一點的話 就二三十萬至少 它稍微薄一點 大概十幾十萬塊以上 所以對這個了解又愛它 很多人說 帶雨為什麼避邪 因為玉本身印度在七度 它把寶石 寶石都代表貴氣 古代老人家跌倒了 都說這個玉救了他 其實也不見得 因為老人家一跌倒 你知道嗎 就玉鎖去敲 我們時常瞬間空手道 只要一鎖地就啪 就把力量吸收了 變成手骨折到了 但身體沒有受傷 如果裡面這個動作的話 可能頭先鎖地就隔了 所以玉放在我們家裡面的 聚保痕 金凍或小孩佩戴 或床旁邊 有這個觀音 或是我們說的財神 米勒佛 都加分到極致洗上加洗 你剛剛講玉可以洗上加洗 那收集石頭有用嗎 石頭的等級 到了頂尖就是玉 那一般的石頭 它的石頭形狀好 或裡面有奇怪的圖案 都帶來好運氣 我們知道順哥 許孝順是石頭家族 我跟他去廈門 跑了很多趟 他在中國石頭鑑定師裡面 算是有地位的 所以廈門那邊 有他的人脈 跟他的關係 很多都跟他買石頭 放在庭院 或放在家裡面 他的倉庫在基隆 講得我 很多尊貴不同圖形的石頭 他都會藉一個轉賣或收藏 或來分享 所以他在石頭藉有他一定的地位 而且他的石頭每個 他有名字 他有懂 他有鑑定這種身分 所以他在中國大陸 靠這個石頭 也創造了不少的這個 成交的一些 因為他已經很專業了 對不對 他最缺的一點就是什麼 他跟我講說 張老師我也會測制 我也會看姓名學 風水的部分 請你幫我加分一下 所以偶爾會跟他去廈門 幫別人做這樣的一個加分 石頭高一吋為山 低一吋為水 左青龍右白虎 石可以靠山 石也可以阻擋財路 石頭也可以化解煞氣 擺對位置 買對人 放對地方 Wonderful 怎麼突然變英文了 真的 水準 而且那個石頭要放好 要不然五百年後 就是紅樓夢會出現 對不對 石頭祭 待會回來告訴你 其實真的 如果我爺爺那輩的人 他們不會收獄 為什麼 因為逃難不方便 他們要金戒子 不好攜帶 金戒子 小黃魚 金戒子更好 還有人聽說串成一串的 對不對 比較好戴 待會兒回來告訴你 國營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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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鑑定專家 我們請齊老闆看一下 我們草老師戴了這串戒子 OK 這串金戒子是純金的 齊老闆專業你看 然後再來每一個都差不多兩錢 是 沒錯 而且非常有年代了 為什麼 因為光面的 現在沒有人戴光面的戒子 就是沒有雕刻 沒有寶石什麼的 上面沒有文式的 這個就完全就是好鑑定 為什麼你到哪裡去 可以換現金 那你這個戒子 這一串是多少年了 這一串到現在 這是1949那時候逃難的 剛才美人不是講張靜江嗎 張靜江確實是革命時候 孫中山的金庫 是啊 所以他也是蔣介石的革兄弟 他盜賣國寶也是必須的 他本身就很有錢 他是蔣介石革兄弟 也是這個媒人 那麼我們都知道 改朝換代這個動亂的時候 人家什麼玉什麼珍珠 那都沒用的 就是唯一保命保值的 所以這個是您家老太爺當年 我母親帶來的很多的 對 很多 你們家是 因為這個來了以後 不知道得怎麼辦 所以美人剛才不是提到 有這個大金魚小金魚 那個叫做金條 金條 當時是可以換船票的 可是你買了船票 上了船到台灣 接下來你得怎麼辦 你如何維生 是啊 買金米不能拿一條金條出來 老師我給大家看一下 各位看一下 你看它這個是活的 是 活口的 一打開就打開了 然後我剛剛算了一下 你貓就這樣一串一串對不對 對 好幾串 它一串十個 十個 一串十個 以現在的價錢大概八 九萬 二兩 二兩 然後每一個兩千 是 所以因為當時逃難 這個最快 綁一 不會被搶劫 綁在這個腰裡邊 然後買個房 租個房 我就拿一個出來 所以秦老闆說 上邊不需要文士的 因為你直接就賣了